呢 我是雙子座的 所以我喜歡一些新的東西 我最早不是學這個美術的 其實不是什麼藝術家 以我自己玩玩而已 我是比較沉默的人 所以有很多東西 沒有通過話語跟別人分享 那我可能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壓抑 我可能透過像漫畫 那種突發奇想的想法 去做呈現 我覺得每個畫面對我來說都是 我有直覺性的吸引 我覺得看到這東西 我又可以想像到 我會怎麼去應用它 當我有個想法的時候 我就會先從我自己的答案講 去找我要的東西 去把它重新組合 那另外一種就是 毫無頭緒 也許我隨便取幾個物件 因為拼貼的好玩就是 它可以天馬行空 然後你可以自由去控制它 我個人比較喜好的東西 其實比較另類 比較獨特 或者比較地下 比較黑暗 或者比較琴色 所以方向其實蠻明確的 我拼貼創作的靈感 其實大部分乃是 我看的書或電影 還有一個壞毛病 就是很喜歡割書 我會把它割下來 然後放入我自己 有系統的一個剪貼布 可能這對我的 以後拼貼也有影響 我是Rentwick 這是我為Remiss Project做的作品 這就很喜歡 只要讓我去看 平衡 看 你還在那裡